聖誕節快樂 今年這一年其實我相信因為大家 疫情的關係都沒有辦法出國 不過沒關係啦 因為我們這次就來到花博公園 他們說這三天在花博公園是會舉辦一個 非常非常盛大的聖誕市集 所以我這次準備好了三千塊錢 想說就來這裡大吃一頓這個 德國的聖誕各種美食 然後我已經聽到裡面有在廣播 好像已經開始我們就 不要輸給別人了 走 吃美食當然不可以輸給別人啊 不過因為真的太久沒有來花博了 讓我小小迷路一下啊 從哪邊進去 好香喔 聞到了 好像從後面 果然我的鼻子還是很靈的 這一次德國商品聖誕市集 可是有將近50個攤位喔 吃的 喝的 玩的 買的 樣樣都有 接下來就一起大吃一餐吧 剛剛呢 和一個小攤位獲得獲得一個 試吃的小香腸 我來試試看便odore 跑跑跑 我們去買買看好了好好吃喔 看哪種呢 我試過了 說到德國大家都知道 他們的手工香腸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試吃一小口就已經超級開胃的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買兩道 柏林風味咖哩香腸走馬鈴薯沙拉 還有傳統德式馬鈴薯湯吧 我們的第一餐 我剛剛點了一個咖哩口味的 老闆超級可愛很熱心 然後一看就知道人家就是德國人 所以呢趁熱趕快吃 喔好好吃喔 怎麼會這樣 它的咖哩粉其實味道很好 而且它不是那種印度辛香料的味道 它是真的很香 然後再加上它上面有這些番茄醬汁 哇 欸怎麼第一餐就有種直接出國的感覺 超滿足喔 這樣子一盤啊兩百塊 其實比平時在餐廳裡面吃的真的便宜很多欸 再吃一個 馬鈴薯沙拉 好好吃喔 我們平時不太吃那種沙拉醬類的東西 但是因為它有加酸黃瓜在裡面 所以呢整個味道是很夠 再來 我更期待的是這一碗 它是馬鈴薯泥濃湯的 你們可以看到它的質地呢 非常的濃稠欸 有沒有 哇裡面好多料喔 原來不是只有馬鈴薯泥欸 它比較像是那種歐式的燉湯 你可以看到它有西洋芹啊 然後一些香菇啊碎肉這樣子 我覺得我好會點喔 那那你的冬天呢 用這樣一杯濃湯開場 我覺得好幸福喔 而且它的肉味很夠 然後再這樣 因為它燉得很軟爛 所以裡面的東西 基本上也是不需要真的很用力去咬它 就可以很順口吞下去了 然後也不會說重鹹 它雖然看起來就是味道應該算很重 好喝喔 好喝喔 完全可以 這個直接可以當我第一個開胃菜而已 欸只是這樣一百塊我覺得很便宜欸 因為它裡面的料爆炸得多 很開心 吃完我們去下一攤 我看到這個我就在想 我應該要吃豬五花 豬烤 豬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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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豬肉還是香腸 老闆 你有沒有推薦哪一個組合啊 你應該可以吃那個 有蘭堡 香腸 那個啊 中間那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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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既然老闆都這樣講 那我們就點那個吧 一半 原來問成老闆的兒子雅娜 再問一次好了 覺得最厲害哪個 不吃香腸 就是上面這個部分 就是最經典的 它就是最鼻竹五花 它就是德國南部的家鄉菜 哦 德國南部家鄉菜耶 它就是最經典的兩款 哦 就是剛剛最上面 最經典的兩款 那我們改成這個 我們今天試試看 豬五花跟烤豬肉 好 他們一份謝謝謝謝 我們要吃到 德國南部的家鄉菜了 繼續拿錢 這一間攤位老闆 可是在高雄 經營了十年以上的 德國家常料理 相信這些料理一定都超級厲害的 看看這個煙燻啤酒 烤脆皮豬五花 哇 等一下再搭上一杯啤酒 就可以體驗德國人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的豪邁性情啦 來過來看 過來看 我希望你跟我介紹一下 你剛剛買的這杯啤酒是什麼 好 我要轉述一下 我們導演剛好說的 這個呢 是德國獨家代理 然後是大麥口味的 它是5.2% 具有淡淡的麥香味 欸其實沒有很苦欸 因為我是喜歡喝啤酒的 可是通常你喝德國啤酒最怕的 就是他們的黑麥啤酒啊 味道都比較苦一點點 但是這支補回它還蠻順的 再來呢 就是我們剛剛很用心的找到了一間 完全代表德國南部的家鄉料理 它呢就是巴伐利亞烤豬肉 然後跟上面這個豬五花 超猛欸 你看這麼大一塊 看到那個厚度嗎 吃厲害了 它呢老闆剛剛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老闆就說 那我們就送你這烤香腸好了 讓你可以完全體會到 道地的南部加香腸 老闆我愛你 超嫩 超嫩 喔 這個聲音 好厲害喔 這個真的是 超軟嫩的耶 因為我剛剛看到那個刀子跟叉子 我想說 嗯可能會有點不太好切 結果一切馬上就 融化斷掉欸 吃啦 不王子的 哇好好吃喔 爆炸厲害 怎麼比我吃過的香港的燒辣還厲害 它其實味道基本上就有點像香港的燒肉 可是它真的是香港燒肉的成十倍放大吧 然後油花也很夠 但是呢它油花就是少少這些層 然後旁邊的那些肉瓦 你不會覺得它乾脆的肉汁 真的認真很多 然後它的皮 你聽 超脆耶 好厲害喔 怎麼看 我剛去德國南部好了 好 那我們再來試試看這個 德國的香腸 跟我們剛剛吃的第一隻不太一樣 我們第一隻吃了它的味道偏大 但是這個呢它裡面加了胡椒粒 所以吃起來它的風味是比較重一點點 然後再加上它的鹹味也比較高 很強喔 然後呢我們要來吃一下那個巴伐利亞烤肉 好大片喔 不只是它的烤豬五花 很嫩 它連這個巴伐利亞烤肉好像也不錯 它把它弄得很像那種 紅酒燉牛肉的口感 而且它的醬汁啊很入味耶 這真的是有這種家鄉味的感覺 那種傳統家裡菜肴會有的 太厲害了這今天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這一整盤居然只要180塊 除了老闆贈送我的香腸之外 你知道它的酸菜本身也是有兩種不同的味道 紫色的那個它是偏甜的 但白色就是普通的酸菜 它酸但是也沒有酸到不能接受的感覺 好強喔 好喜歡喔 等一下呢再配上我的那個小啤酒 我覺得這是我今天的正餐 等一下我們就來一杯熱紅酒那家跟甜點吧 啊忘了跟大家說 它還附贈麵包喔 可愛吧 耶吃飯 其實不只是吃的 這一次的市集裡面也是有賣很多不同的聖誕商品 只是對我而言真的是吃飯皇帝大 我看到帶骨香腸 不是我看到熱紅酒 所以我決定要去喝一杯熱紅酒 其實我很想要帶骨香腸 但我們今天已經吃了三條香腸 我們還是喝喝紅酒比較好 一杯熱紅酒 謝謝 你看人家的帶骨香腸多好 雖然真的好想吃香腸 但是熱紅酒才是真正的重點 我的甜點喔 甜點在哪裡 100塊先給導演帶子 我好大聲喔 乾杯 這一次的市集有很多間不同的德國道地甜點 凱琴就來選一間最多樣的大買特買吧 我們的最後一餐就是甜點餐 那甜點餐一定要也搭配一下熱紅酒 而且它的熱紅酒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有一些蘋果跟橘子皮 所以應該算是水果熱紅酒 暖暖的好舒服 剛剛在買的時候其實算是蠻冷的 不過呢因為這個熱紅酒瞬間就有一個手上的暖暖包 我覺得水果熱紅酒蠻好喝 可是有點可惜 因為我自己個人口味啦 我比較喜歡那種肉桂蘋果熱紅酒 但還是好喝的 為這個暖暖的聖誕節加了一絲溫暖 但是真正可以溫暖我的是這個 希望它風不要太大 登登 有沒有瞬間很像是在麵包店買了一整袋東西出來 因為我買了三款甜點 我們來嘗試第一個蘋果盤 它其實比較像蘋果蛋糕 它中間一層就都是蘋果醬 不過就是甜度剛剛好 而且它下面那些蛋糕是非常鬆軟 再加上它上面有什麼比較像是布丁的口感 我覺得雖然不知道是不是最道地的 但是已經是很好吃了 可是好希望它是熱的唷 好可惜喔 它現在是冰冷 帶回家好了 帶回家可以烤來吃 第二款蛋糕 我看到突然有點季節混亂 你看 它上面是捷克南瓜的臉 好酷喔 因為它是南瓜派啦 不過通常呢 其實南瓜派也真的好像就是在感恩節 或者是萬聖節會出現 我自己是很喜歡吃南瓜的 然後它這南瓜非常非常的扎實 不過 它的南瓜沒那麼香 反而是肉桂香味是蠻重的 一樣還是那句話 如果是熱的就好了 再多吃一口也帶回家 每一年呢 在國外過聖誕節 有六個必備元素 是什麼呢 聖誕節倒數月曆 然後聖誕節四級聖誕樹 還有熱紅酒 聖誕蛋糕 再來呢還有一個就是它了 薑餅 因為南瓜他們很喜歡弄那個薑餅屋 不過呢 它這次弄成很多不同形狀的薑餅餅乾 有耶 這個 薑糖的味道非常的重 好香喔 喜歡耶 不知道把整包吃完會不會有那種身體暖的感覺 好開心喔 喔 今年聖誕節 參加這個聖誕市集 感覺真的很不錯耶 希望明年也有 而且啊 在台北廠其實有非常非常多不同地方的聖誕市集 像我們這次是在這個圓山花博的地方 它在美麗華那邊也有 所以呢 如果有空的話 大家其實都可以到處去看看 就可惜它這次沒有雨備 所以剛剛下雨我們就要跑出來多雨 而且它的餐桌有一點點少 然後你還要自己在外面去找位 就這樣子 希望下一次可以做得更盛大 美食更多樣 這一集的聖誕市集就到這裡結束啦 不知道今年聖誕節大家要怎麼度過呢 就先祝大家聖誕節快樂囉 趕快來 不要拍我 我看到 生啤酒 不要拍我 不要拍我 你去幹嘛 補裝 你去拍我 欸 對耶 我要吃東西耶 我為什麼要補裝 我也不知道啊 好奇怪喔 我為什麼要 導演你為什麼要一直站著 你叫我會不會很累 哈哈 我累喔 不行 我不是這種 心機表 我覺得啦 啤酒5.2度好像 其實蠻高度的 蠻高度 其實還蠻高濃度的 就是 身體有點暖一點點 可是因為剛剛突然敲 敲 可是因為剛剛突然飄毛毛雨了 所以我們只好在這裡小小多一下雨 然後等一下雨停了之後呢 然後我們就要去買熱紅酒還有甜點吃 乾杯 你不用這樣是不是會滴死我了 想要我用不了了 你在拍我 困難的拆解我下一個包裝 好嗎 Done